阿宝觉得阿婆不大正常 阿宝起身走两步回头看 阿婆稳坐花园的鱼池旁边 看上去还好 脚边有一只菜兰 贝蒂已经走到小花园里 就是此刻阿婆突然不动了 人歪了过来 阿宝立刻去扶阿婆 背地跑过来喊 阿婆 阿婆 此时阿宝看到一道亮光 一声水响 阿宝摇了摇阿婆 但是阿婆低了头浑身不动 菜兰比池子低一点 一亮一响 当天阿婆的菜兰里 有三条河鲫鱼 阿婆低头不动 一条鲫鱼哗啦一声 翻到了鱼池子里 贝蒂大叫 阿婆 但是阿婆不动了 双眼紧闭 等大家送阿婆上救命车 到了医院 医生对贝蒂爸爸讲 可以准备后事了 贝蒂娘带了贝蒂回到房间里 翻出阿婆带去绍兴的一只包裹 里面是一套兽衣 一双兽鞋 红布鞋底 修一张荷叶 一朵莲花 一只莲碰 一枚蝴蝶 一只蜻蜓 贝蒂爸爸立刻去斜桥兵衣馆联系 从下月开始上海停止土葬了 此地还生最后一幅棺材 如果要就定下来 便宜价五十元 将来只能火葬 机会难得 贝蒂爸爸落了定营 讲定大炼以后 棺材寄放兵衣馆几日 当日下午 贝蒂爸爸再赶到联谊山庄 看了坟地 夜里阿婆接了一只抽弹鸡 昏迷不醒 第二天一早 贝蒂与阿宝起来 看到金鱼池里有一条鲫鱼 阿婆 鲫鱼动了动 贝蒂伸手到水里 鱼一动不动 手伸到鱼肚皮下面 鱼一动不动 后来就游走了 阿婆 开心吧 鱼游了一圈 阿宝不想 到第三天一早 鱼池旁全部是鱼鳞 黑的是鲫鱼鳞 金黄是金鱼鳞片 太阳一照到处发亮 水里的鲫鱼鲫鱼消失了 铁丝罩子忘记了 一定是野猫闯祸了 野猫是王子 是好的 阿姨笑笑 阿婆是游走了 八夜十二点钟一响 月亮下面 野猫行了金鱼和鲫鱼 跑到黄浦江旁边的日辉港 放进江里去了 阿宝有点发冷 感觉贝蒂的回答比较怪 猫见了鱼 嘴里叼到鱼 先是斗鸡斗 猫咪会不吃鱼 笑话 朝南跑起站路 也是不可能的 办吧 野猫是王子编的呀 金鱼 鲫鱼 一个是公主 一个是阿婆 这点也不懂 阿宝不想 贝蒂讲这个故事 面孔发亮 眼睛像宝石 到了黄昏 两个人再去医院 阿婆忽然醒了过来 脱了兽衣兽裤 一样样仔细叠号 阿婆看看贝蒂爸爸 开口就讲 这乡下女客 进城拜菩萨 一约两约 约到十七八 开开窗户 东方吊白 裹穿青衫 外照月白 腌制涂到血红 水粉糯的雪白 满头朱翠 全部是铜诗 松香善脑 冒充密灭 贝蒂爸爸一下 我好了 我想吃一根热油条 阿宝明白 一定是回光返照 连忙奔出去买 上海夜里 哪里买得到油条 等回到病房 阿婆好起来了 笑了一笑 身体居然逐渐恢复 过一个礼拜 就出院了 为此贝蒂爸爸 只能退了棺材 再退坟地 秋天某日 汪小姐与李李通电话 询问常熟活动日程 确实想请大家去散心 但最近我实在太忙了 我可等不及了 让我再想想 汪小姐最近还好吧 唉 七年之痒 一天一地 我只想结婚 是寻不到男人的苦 这次去常熟 我不准备带老公了 看人家康总康泰 多少恩爱 一直同进同出 现在我要自由 我想轻松一点 昨天去做了面孔 小妹讲我的皱纹 又多了两根 这种生意经 也会相信 好吧 我再考虑 如果去常熟 我及时通知 汪小姐挂了电话 李李坐了一刻 与阿宝通电话 最近真麻烦 常熟的许总 一直盯了我不放 一天三只电话以上 帮只真圆了客人 不容易 是死盯我不放 意思懂吧 许总的样子 还是不错的 就是岁数大了一点 开出还算斯文 比较照顾我的生意 领不少人来吃饭 一直请我到常熟走一走 带多少朋友也可以 但最近 半夜里来电话胡闹 阿宝笑笑 每一趟人到了上海 饭局照摆 好几桌 每酒必醉 一醉就发条头 常熟的一家一当 包括前妻两个小男 全部算我李李的财产 怪吧 十三吧 见怪不怪 老男人喜欢一个女人 双膝不落贵 不险八百八十八朵玫瑰花 已经万幸了 我认认真真讲心事 阿宝就开玩笑 还讲这两个字的花 明晓得我不喜欢的 做男人 我比较理解许总 哎呀 我喜欢的男人 近在眼前 远在天边 现在还装糊涂 真恨 所以我不想去常熟了 但是刚才汪小姐来电话 一心就想去 还准备不带老公 自家出去放松一下 到常熟去放松 等于羊入虎口 等于自动送上门 让许总冒牢 好极 结果婚的女人 许总也会叮 会喜欢吧 唉 这难讲了 汪小姐也算标致 性感 难得听阿宝讲 女人好话 从老男人角度讲 汪小姐 还是可以的 好了好了 我根本就不吃这种醋 许总的女秘书 苏安 有点岁数了 据说曾经 哎 许总的四十还是少一轮 这一趟 如果我多带几个女朋友去 大家一道去 人多目标多了 即便许总 胡天野地 我可以不管了 阿宝呢 就算陪我 啥 人家是请美女吃饭 男人扎紧绝为啥 阿宝答应 我就去 算帮我忙 转移目标 准备搞昏水 我是不管了 哼 我可以答应 但我先讲明白 如果许总 真跟别人 缠七缠八的 李李不许吃醋 瞎讲啥呢 可能吧 十一月第一个礼拜六 长树开来了一部伊威科 早上八点半人民广场集中上吃 该日好天 阿宝走到广场旁边 太阳是暖光 风比较冷 秋树黄叶满目潇澀 远见车前的李李 汪小姐 张小姐 吴小姐 北方的秦小姐 桃红柳绿 莺莺艳艳艳 阿宝记起一句 山河绵渺 粉黛若心 记得小毛歪斜的词钞 山外更山清 天南海北枝河极 年年是 匹马孤争 看尽好花街子 暗经心损成林 心里笑笑 大家坐定 车子就朝长书进发 汪小姐见了阿宝 立刻尊称为红长青 阿宝笑笑 现在党代表已经到了 这就要议一议 目前车子里 杀人担任吴琼花 杀人是女连长 真是好笑 这样讲起来 长书许总 就是难把天咯 太复杂了 司机师傅 就是牵一匹白马的小庞 那长书许总豪宅 等于难霸天的耶林寨 大不礼貌 司机大象 做人就等于搞革命嘛 这点也不懂 以前出门搞活动 就是打土豪 发传单 现在呢 女人已经不被大刀手枪了 只会懦粉点胭脂 扭扭捏捏 一讲就笑 完全堕落了 这样讲嘛 歪曲了吧 照革命理论书讲 娘胎里生出来 就算革命了 样样是革命经历 身体是革命本贱 看书写字 请客吃饭 做生活 样样是革命 出去活动一次 就是执行一次革命任务 废话少讲 现在我们先请 常青同志做指示 主要是选你干部 你战士 常青同志提到啥人 如何分配角色任务 大家不许争 不许查 不许挑肥减兽 阿宝不响 这次李七嘴八十 要阿宝快奖 我想想啊 这部电影 也真是一出苦戏 全部是苦命人 常青同志 最后让火烧成灰了 太苦了 哼 一切听组织指挥 组织可以点名了 非要我讲 讲呀 要么 李李就算无穷话 王小姐做女连长 接下来三位美女嘛 娘子军战士 甲乙饼 可以了吧 车里静了片刻 立刻闹了纷纭 我的命也太苦了吧 先做丫头 每天服侍老爷开面 换玉 还要吃鞭子 绑起来打 真是死快了 要死了 我还要造反 哎呀 算了吧 一个女人 若是笑容满面 欢天喜地 一番底牌 越是苦 一肚皮苦水 哼 做了头牌花旦 苦是苦一点 但是出名了呀 总归有面子 我做连长 有啥意思呢 真是想不了 我已经这副老枪了 我有这样子凶吧 阿宝听了 开口想补救 上层建筑 真不懂得底下人的苦难 作为一个低级女人 男是天定许 义是人自取 我这种跑龙套的 算啥名分呢 正经名字也得不到 小三也不如 跑来跑去 等于几张废牌 随便打来打去 车药店开台步 看到吧 看到吧 我就小的 讲了就有错 李李向 北方的秦小姐 一副斯文面孔 女人一旦做了戏子 必定是要吃足苦头的 否则 杀人看呢 说 拱溺最苦了 为了抓人眼泪 就做苦溺女人 咽到半夜里 身边老头子要搞 要掐要要要打 大哭小叫 楼上滚下来 满身无情快 拱溺这副面孔 只配做乡下女人 真正苦相 苦得灯样 枯失十块手卷的 也只有上官云珠了 眼睛里就苦戏十足 头发也是根根苦 但就是有味道 苦里有点 叫人舍不得 老男人最喜欢了 不对了吧 是乐剧皇后 远雪分好吧 女人的要求也太高了 太不满足了 既要年轻 漂亮 又不想吃苦头 大概只有做老牌电影 出水芙蓉 痴痴白象象 唱着歌 跳跳舞 唉 算了吧 一个女人啊 越是笑容满面 欢天喜地 一番底牌啊 越是苦 一肚皮的苦水 许总房间里 有两部老式电影机 老片子不少 苦戏不少 大家吵了一路 车子开到了 长熟远郊徐府 以十一点敲过 眼前一幢三进江南老宅 青瓦粉墙 前有水塘 后靠青山 徐总年纪六十朝上 神才始终 一口上海话 旁边是浙江朋友丁老板 四十岁左右的女秘书苏安 车子停稳 李李让阿宝先下车 徐总上来握手 李李下车 徐总热情握手 耳旁轻讲了一句 李李必让 介绍身边的人 大家陆续进门 这家庭 祖上二品官 原来还有一进 大门有期干 十师 公社阶段拆除 徐总致换以后 数度重修 成为最标准的四水龟塘宅地 书密旧构建 一花接木 大门影壁 从安徽弄来 第一进天井 五上五下 中堂对子 一样不缺 长几上 照例摆设南京中 插平 居中 欲如意一见 旁边官瑶大平一队 八仙桌 红木机凳 左右厢房 每开间扩四米 近神九岭 包括西式沙发小客厅 长台会议室 重宗按摩房 自备锅炉 日式深浴缸 桑拿马杀鸡 楼上客房五套 三十年代 上海中产风格 摆设面汤台 梳妆台 美人踏 摇椅 鸦片踏 包括老电扇 月份牌 后天井住了渔池 房间有斯诺克 乒乓台 以及棋牌室 室厅间 小舞池 衣帽间 最后一进 天井东墙 修有六角飞檐小溪台 溪墙 为狼鹏 藤椅 茶几树套 厅里 中堂对子 样样顺眼 德国八音中 山水石 古董插坪 官窑 粉彩坪 居中市 吃饭圆台 一圈 官帽椅 厢房 设置 和室 西餐室 上层为主人房 听后 直通大厨房 三进房子 过道青砖铺就 脚脚落落 砸石花草 盆景点缀 所到之处 暗及不少 听堂 蟹扇 花窗 走廊的转角 供着大脚青铜器 阿宝 动一件 绿秀满身的器物 哦 这是顾 现在超五星级宾馆 一直别搅花瓶 你做交紧茶几 此地随便动 此地安全 长期有老妈子 花匠 两班四个保安 上海朋友来 我请此地名厨 此地朋友来 上海请西餐师傅 全靠苏安照应 苏安笑笑 苏安等于女主人 我啊 我是做下手的命 到处贵重收藏 我是借了老丁的藏品 古董是有不少 西北两省的仓库里 满坑满谷 我真想做一只古董 蹲到此地算了 我巴不得啊 五位美女全部变古董 大家准备好啊 我现在吹一口气 变 徐总朝听堂一指 并不见烟火一亮之类的奇迹出现 对面粉墙一张长岸 供奉五件青铜器 五只铜花瓶 啥意思啊 这不叫花瓶 叫尊 大家端详 铜尊静静排列 高矮肥瘦 绿袖斑驳 这组宝贝 好看吧 嗯 老丁不许笑 我一直认为 这五件 是五位古代美女变的 徐总讲细话 上周同尊 与美女无关 亏得丁老丸解释 否则我住一夜要吓死了 明早醒过来 全身已经不能动了 蹲到台面上 一生一世让人家看摸 这样呀 我就少算一只 百四只 可以吧 张小姐连连摇手说 不要不要不要 吃不消的 开玩笑也听不懂 我就算做花瓶 有啥不好呢 钟楚红是花瓶吧 关芝林李嘉欣 算花瓶吧 不管铜花瓶 瓷花瓶 做女人 做到这种地步 有啥不好呢 大家笑笑 真有性格 看得懂汪小姐的男人 看样子不多了 徐总懂我就可以了 此刻下人来 报开饭了 众人走入饭厅 徐总坐上手 请李李坐身边 李李让汪小姐坐 两人们头退来拉去 坐左右手嘛 汪小姐立刻坐好 李李只好落座 随手拉了阿宝坐下 再旁边是张小姐 丁老板 这阴阳不调 三男六女 丁总就坐在汪小姐的旁边 然后是苏小姐 吴小姐 秦小姐 苏安坚持莫坐 一台自然安排停等 阿姨端上了八冷八热 叫花鸡 锅油鸡 出谷鱼球 芙蓉蟹斗 白芝西露笋间 清汤突沸等等 许总端起一杯茶说 美女如云 笑得像吃花酒一样 李李电话里再三关照 不许吃酒 尤其不许吃硬货 啥叫硬货 就是白酒 如果我不答应 李李就不来 只能买账 真不讲理 上海之真园 九天九地 此地每人一杯茶 饭店不吃老酒 生意可以做吧 我样样听李李的 同意不吃酒 只要 吃得酒似糊涂 有啥强调 此等高雅地方 像博物馆 本地小菜 吃茶有意 我来介绍吧 这盘西露笋间 本地的国民菜 笋皮切了卷刀片 包鱼肉 虾仁 加一点网飘 上笼蒸透 再加上笋钉 菜梗钉 金腿钉勾芡 好吃啊 许总听见 转过这只菜 听到汪小姐的面前说 这个社会 人人怕猪油猪标 师傅减了分量 老实讲 女人皮肤要白 猪标油最有用 从来没听到过 我吓的 我有个老中医朋友 祖传美肤秘方 就是集中好药 加了黑猫猪标油 做药丸 吃散贴试试看 比兰扣要零 我本来就是浑身白 到新锦江游泳 更衣室里 人人讲我是白种人呢 汪小姐这样一讲 这只菜 啥人还敢吃啊 别人一吃 等于承认皮肤不好 大家笑 许总为啥一直 盯了我讲呢 台面上人人是美女 会不开心的 李李的脚尖 点了一件阿宝 表面微笑 客气啥呢 汪小姐的相貌 就是灯样 漂亮 此时大闸 卸上桌 汪小姐朝后一靠说 我吃不尽了 难得一个人出门 还以为能吃点老酒 疯一疯呢 啥小的只能吃茶 还讲啥兰扣呀 猪幼园子呀 我已经有劳了 不好意思啊 蟹不错的 单吃一只蟹驼 可以吧 许总掰开蟹驼 放到了汪小姐的面前 苏安不响 许总自家吃 大家慢头拆蟹脚 凹蟹前 嘴巴不停 那各位猜猜看 螃蟹身上 啥地方最有营养 最滋补 当然是蟹黄了 阿宝专吃雌蟹 又肥又蛮对吧 李李呢 只剥雄蟹 因为啥 啥 宝总喜欢瓷蟹 一肚皮蟹黄 熊蟹肚皮里 只有蟹膏 后十三 这就异性相惜 缺啥补啥 要讲营养 应该是蟹钱 夹劲厉害 力道最大 错 总不会是蟹眼睛 蟹嘴巴蟹肚肠吧 错错错 告诉大家吧 就是蟹脚的脚尖尖 人人不吃的细脚尖 一只蟹呢 只有八根细脚尖 这根尖刺里面 有黑沙腺一样的一丝肉 那可是蟹的灵魂 是人参 名字呢 就叫做蟹人参 大家一呆 正宗的大闸蟹 可以爬玻璃板 可全靠这八根细丝里的力气呢 大家按照苏安的示范 先掰断蟹脚末梢 这一小根的细尖 轻轻一咬 手一折 果然拉出了黑沙腺样的一丝肉来 不得了 我吃到人参了 张小姐 吴小姐 李比 也开始拨药 只有王小姐一声不响 王小姐大概是胃力不适宜吧 那吃一口热茶 我不吃茶 我想吃老酒 徐总刚拨出一丝蟹尖肉 看看王小姐 还是吃蟹 吃茶吧 王小姐忽然身体一摇 发嗲道 我只想吃老酒 我想吃硬货 讲到酒 徐总看了看李李 于是李李勉强说 好 吃就吃一点 不许吃醉 此地有好酒 忘头沈酿 味道后暖 王小姐眼看徐总 慢悠悠地说 我想吃硬货 这句厉害 上海女人 最多就是红酒加雪碧 这也太土了 一年我两趟广交会 都外国人讲了 中国人最近吃这种混酒 完全是瞎搞嘛 是糟蹋 不得了啊 这趟任的王小姐 我交关欢喜 以后我要请王小姐领路了 全靠王小姐带我混了 徐总 欢喜两个字 不可以随便跟女人讲哦 厉害呀 阿姨 开白酒 阿姨开酒 搞大了 李李也吃 一道吃啊 李李咬手 阿姨端上酒杯 一番推让 阿宝要接 胎子下一脚踏痛 阿宝看看旁边 吴小姐面孔一红 咬手 最后是徐总 丁老板 汪小姐三人吃酒 其余人剥谢 既然汪小姐要了酒 此地规矩 先领酒三杯 好 汪小姐难得放松 三杯至少 我是女人 不可以这样对待我 哼 至少静一静左右邻里 一人一杯总是要的 汪小姐同意 于是两男一 女女 左来右往 相当尽兴 后来丁老板提了酒令 一只小蜜蜂 汪小姐总算是开怀 一只小蜜蜂呀 飞到花丛中呀 飞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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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总 想得到吧 阿宝不想 李李夺了徐总的酒杯 哎 我来到 不许醉 嘿 常青同志 一点不起作用啊 朕已经绑到树上 准备点火就意了 只能喊几句口号 现在就看连长跟南霸天 搞革命 南霸天有个土匪朋友 肩甲上蹲着一只狐孙 因此连长任务加重 要自告奋勇 啥连长 狐孙啥意思啊 秦小姐参见掩面 只有汪小姐 充耳不闻 眼神定样样 面如芙蓉 燕中有光 浑神飞跃 小蜜蜂急往下来 汪小姐坐不稳 已到了丁老板的肩膀 丁老板一缩 汪小姐朝徐总 慢慢斜过去 我建议汪小姐代表大家 感谢徐总 吃个焦杯酒 可好 好 大家拍手 李李踏了阿宝一脚 此刻汪小姐 凝神闭目 慢慢有了反应 腰一摇 风流波翘 软绵绵力起身 徐总笑咪咪也力起来 汪小姐两颊红到头颈 目光迷蒙 脚上是拳高跟 腰忽然一软 徐总扶紧 两个人毕驳勾拢 缠接了半克 酒水滴滴答答 总算是头碰头 吼到杯口 一口咽下 大家拍手 此刻阿宝发现 苏安不响 面色不好 丁老板明显不开心了 也应该焦一次 这个焦字 赞 丁老板断了杯子 对汪小姐说 焦还是不焦 我先问问丁老板 我这种花瓶 跟宝贝铜花瓶相比 有啥不一样呢 讲讲看 当然 是汪小姐更漂亮了 我这种花瓶相比 老谷话讲了 女人年过三十 月退光滑 不漂亮啥呢 就是白了一点 腰身软一点 此地啊 里里最年轻 最漂亮 一样的 一样漂亮 汪小姐拍丁老板的真讲 不许讨江湖 认真讲 真讲不出来 其实相当简单 铜花瓶 浑身是硬的 我呢 浑身是软的 许总大笑 汪小姐伸过臂膊 对许总说 亲一记试试看 这只花瓶把手 是不是软的 丁老板笑笑 不要慌吧 亲一记 亲一记啊 丁老板笑笑 亲了一记 好了好了 保险丝稍断 现在总算通电了 上海人讲 搭电麻电 有感觉了 李李朝阿宝看了一眼 铜花瓶 浑身冷冰冰 我从头到脚 有温度 有热度 丁老板扣分 先罚一杯 可以了 要罚我来罚 我彻底买账了 再交一杯 可以吧 汪小姐此刻 置若网闻 难难道 一只小蜜蜂呀 飞到花丛中呀 飞呀 飞呀 起来浇呀 啥 先交杯呀 先交杯呀 此刻 瞳孔睁大 看定了一圈人 浑身发硬 忽然猛拍台面 放屁 杯盏一跳 李李一呆 李李 命令我做啥 你有啥了不起的 好 也就是开了一片饭店 很啥呢 做啥做啥 讲几句 我吃几杯 也就算了 还丁老我黄包车了 啥意思 没有我汪小姐 有你李李今招吧 李李面色大变 立起来就要发作 阿宝连忙倾劳 许总微醺 低头憨笑 丁老板还算眼目清明 起身打圆场 算了算了 汪小姐 我先自罚一杯 各位各位 现在我宣布 是我错了 我罚 汪小姐面孔铁板 面色浆红 也有点迟钝 冷场中 对面一直不响的苏安 笑一笑 躲到汪小姐的旁边 分花浮柳 细生细气 贴耳安慰了一番 汪小姐眼神有点麻木 苏安一过丁老板的酒杯 两杯倒满道 来 我姐妹讨两个人性情中人 弄个一杯下去 原分身留个纪念 小事一桩 汪小姐缓夹 动作明显迟钝 手势硬 但与苏安碰了杯 叮的一声一口道下去 苏安落座 汪小姐坐到位子上 待了二三十秒 忽然头朝台面上一冲 不省人事 大家惊叫一声 苏安慢慢过来 吩咐阿姨照应 徐总抢过来一档 抚吻汪小姐 责备苏安 先掺到上面房间再讲 本来蛮好 就是这一杯 缘分缘分 吃上了吧 苏安震惊 声音朗朗 这一杯不弄下去 还想再看几场白戏 觉得好看对吧 苏安转过身就走 大家善善立起来 徐总与阿姨 拆复汪小姐上楼 其余人跟进天井 苏安闷走一路 领大家穿过夹 弄到前面衣镜的天井 上了二楼的客房 一人一间 安排定档 让大家先休息 到下午三点钟 再下楼吃茶 阿宝坐进房间不久 丁老板来访 苏安厉害 场面见多了 小的一杯下去 就可以收场 两个人笑笑 闲聊吃茶 抽烟 窗外鸟叫 丁老板的收藏 有多少年 开出是生意原因 到闪干一带发展 掘墓多 常有人送货上门 开价也低 因此渐渐收 一直收 收出兴趣 收到手软 真是机会难得 今朝见到保总 突然有了想法 是否帮兄弟一个忙 毫无问题 任何尸体可以谈 五十年代 上海有一位 青铜器收藏大户 真有点像我 杀人 极少与外面来往 大门关键 尤其对公家人 绝对谨慎 当时一位上海博物馆 青铜器专家 多次登门造访 讲讲谈谈 根本见不到一件宝贝藏品 这位专家应该是马成员 现在是上博馆长 青铜器权威 大概吧 我这江人 文革时期 各种上海消息满天飞 博物馆里古董变人 人称古董 羊枪怪调不少 哈哈哈哈 博物馆里名堂最多 如果老毛再搞下去 再破死就 肯定敲光抢光 这不谈了 老祖宗已经坐了龙亭 还要返封建 不谈了 丁老板问起马成员 有啥原因 当时博物馆开批斗会 马成员胸口挂了牌子 弯腰摆飞机室 忽然有人奔进来讲 老马老马 青铜器大户来电话了 人已经撑不住了 马上有几个组织 要来抄家 请博物馆同志 马上派卡车 去装青铜器 就是这天 这位大户 一家一当 全部交工 另有版本 也是开批斗会 老马完成飞机时 头朝地 屁股朝天 忽听到了青铜器消息 仰天大笑 像发了神经病似的 吓杀了革命群众 心情可以理解 朝思暮想多少年的宝贝 如今自家掌了脚 自动跑进了博物馆 这太高兴了 搞收藏的人 搭着这种滋味 比蜜还甜 收藏家 严格来讲 心里不健康 眼见别人有好货 立刻生相思病 吃不烙 做不闻 想尽办法 要弄到手为止 但开心了半天 又出去寻寻蜜蜜 做人做到这一地步 苦了 收藏家 难道是变态 战友欲太强了 喜新厌旧 就是收藏家 宝总 是不是讲错了 心人笑 救人哭 这是搞女人 搞到手 开心半天 又到外面 东看西看 看到了漂亮女人 日思夜响 千辛万苦 弄到手 开心半天 又出去看 去蜜 蜜到了 抱了两抱 再出去看美女 再出去搭讪 开心了半天 再出去蜜 再寻 准备一直讲到天亮 收藏家 难道就是流氓 不对不对 收藏家最讲感情了 相当讲感情 大概吧 我以前脱手一张法国邮票 现在想想 还肉疼 对呀 再讲了 收集古董 世界太平 收集女人 世界大乱 古董多多益善 是死的 完全闷声不响 女人是活的 收进一个女人 说不定 收进一百多状尸体 阿宝 笑笑 我这个人 就是当年青铜器大户 太低调 与博物馆 素无来往 虽然有过报道 但上博方面 一直闷声不响 不表态 是上海大报纸报道 还是省外的小报纸 以前情况不谈了 我最近 预备出一本青铜器画册 可以引起专业圈重视 详情马老 看一看藏品照片 作序 提书名 宝总如果有办法 开任何条件 全部答应 可以帮忙吧 嗯 应该可以 两个人讲到此地 也就随便聊开 到三点钟 听见天井李宋安招呼 请大家下楼吃茶 于是两人下楼 走到后天井 坐进回廊藤椅 女兵由宋安引来 李李换一身 波点裙套装 张小姐 吴小姐 打扮如意 秦小姐加长 头戴塑料发卷 脚穿房间拖鞋 陆续入座 李李看看周围 许总呢 汪小姐 应该恢复了吧 苏安停了一停 许总陪汪小姐上楼 休息到现在 不见动静 李李看手表 大家不想 天井东墙 飞檐小溪台里 端坐男女两位 平坦响荡 先生一身 海青长山 女爵是 圆金朱棣梅香 夹旗袍 腰身绝系 两人出尘清幽 目光静远 行一行喉咙 琵琶弦子 播响两三声 欢迎各位上海客人 春风春窝 秋风秋缠 夏云暑雨 冬月其寒 今朝天气蛮好 各位刚刚看见 前面天井金鱼池里 残河败叶 也是好看 有古诗一首 鱼池连夜东 鱼池连夜南 鱼池连夜西 鱼池连夜北 苏州秀花娘子 个个小的 鱼池连夜 一盘晴郎 于是闲子再想 天井小庭院 无需扩音设备 女爵娇艳一声 无音婉转 丽丽如樱皇 鱼池连夜南 鱼池连夜南 那是 何 wed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